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陈秀珠晒BB相依报孙宜三字回应 24年前美国担子做单亲妈妈 TVB万千新辉颁奖礼 2023何佩佳与梁顺艳孙仔传相恋 全裸为玉京出镜 鲜热化兜头临冰水城最薄画面 独家冯盈盈单身三年 据跟圈中人拍拖 接信博士拍亲热戏丹大之谜 专访响仔自信玩水上活动最近 冲绳拍旅游节目靠护制增感情 专访哼仔自信玩水上活动最近 冲绳拍旅游节目靠护制增感情 请大家收看 陈秀珠晒BB相依报孙宜三字回应 24年前美国担子做单亲妈妈 星岛日报 陈秀珠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香港女演员 她在近日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陈秀珠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张小朋友的照片 引起了网民的猜测 有人认为那是她的孙子 然而 陈秀珠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自己也希望有孙子 她还谈到了做单亲妈妈的压力 以及与儿子的关系 陈秀珠是一位曾经做过空姐的女演员 她在1979年参选香港小姐后 获得了演艺公司的资助 并成为了当家花旦 然而 陈秀珠最为人所知的事件 是在1999年未婚生子 儿子的父亲身份一直未被公开 陈秀珠为了照顾儿子 曾经两边飞行 但现在儿子已经长大 她更加珍惜与儿子的亲子时间 最近 她决定离开TVB 好好享受生活 陈秀珠的事业和生活经历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坚强外表下 隐藏着脆弱的内心 她曾经面对压力和挣扎 但始终以自己负责的态度面对困难 她在演艺圈中有着丰富的经验 参与了许多剧集的演出 并与许多演员合作过 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 陈秀珠都展现出了她的坚韧和乐观的一面 总的来说 陈秀珠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演员 她在事业和生活中都充满了挑战和意义 她的精力和态度给人们带来了启示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只要坚持努力 就一定能够克服 她的离开也意味着她将开始新的生活 希望她能够过得幸福和美满 TVB万千星辉颁奖礼 2023何佩佳与梁顺艳孙仔传相恋 全裸为玉京出镜 先热化兜头林冰水城最薄画面 新岛日报 何佩佳 Roxanne是TVB的新晋宁演员 在2023年的作品中表现出色 凭借多部剧集入围 TVB万千星辉颁奖礼 2023的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她曾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虽然没有获得冠军 但仍然受到TVB的签约 并逐渐获得更多的机会 何佩佳的样子甜美 形象亲民 她在剧中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特别是在剧集新闻女王中 她饰演的角色引起了广泛关注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何佩佳在剧集新闻女王中 饰演女子排球队队长廖子山 她的角色遭到教练的非礼 这一情节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共鸣 她的表演被赞扬为自然而真实 除了新闻女王 何佩佳还参与了其他剧集的演出 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 在2022年的香港小姐在竞选中 她获得了冠军 并在台上展现出真情流露的演出 受到观众的赞赏 何佩佳的演艺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她曾经是一名注册护士 放弃了护士的工作 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尽管初次参选没有夺得冠军 但她的努力和才华让她成功入行 并逐渐获得更多机会展现自己的演技 她的身材出众 被封为东章女神 在剧集中的性感形象也备受关注 总之 何佩佳是TVB的新晋女演员 凭借出色的表演 逐渐获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她在剧集新闻女王中的角色引起热议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她的努力和决心使她成功入行 并在演艺圈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 她的形象亲民 受到观众的喜爱 未来 她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 独家冯盈盈单身三年 据跟圈中人拍拖 接信博士拍亲热戏 单大之谜 星岛日报 港姐冠军冯盈盈 在新剧《你不是他》中与丁子郎有大量亲热戏 她表示这让她感到尴尬 盈盈在接受采访时澄清了她过去的言行 称这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私底下她是保守的 她还解释说 她在剧中的角色更接近她真实的性格 而她过去被误解是因为出道作品的形象定型 盈盈还透露 她现在更加成熟 更清楚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 并表示与圈外人交往更适合自己 专访想在自信玩水上活动最近 冲绳拍旅游节目靠护制增感情 星岛日报 由全民造星V的KC 亨仔 Soul 西晋和Tim主持的全新旅游节目 《出神热泥点》在YOTV播出 在节目中 五人参与了各种水上活动 亨仔表现自信 其他人则有些胆怯 他们还遇到了一个神秘嘉宾 让他们感到很震撼 在旅程中 他们相处融洽 互相置对方 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 西晋和Tim因为怕水而未能成功骑水 而Soul则大爆亨仔 经常放屁和可谈 他们表示 这次旅行让他们更了解了 冲绳的传统文化和音乐技艺 专访 亨仔自信玩水上活动最近 冲绳拍旅游节目靠护制增感情 星岛日报 YOTV的全民造星V的五位选手 KC 亨仔 Soul 西晋和Tim 参与了一道名为《冲绳认你点》的旅游节目的拍摄 在节目中 他们参与了滑翔伞 香蕉船 和水上钢铁人 flyboard等水上活动 展现了各自的勇敢和自信 除此之外 他们还与神秘嘉宾见面 与当地演艺练习生交流 认识了冲绳的传统文化和音乐技艺 在旅程中 五人之间互相置对方 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西晋被亨仔制 而亨仔则被称为需要被照顾的一位 Soul爆料亨仔经常放屁和可谈 而自己则在二手店购物中 被大家效足了整个旅程 总的来说 五位选手相处融洽 没有扭翘 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东张希望 屯门卖唱团大妈 抱有卖淫服务 捧场老翁护女神 袭击设置队便流血事件 新岛日报 TVB节目东张希望 报道了屯门中山公园大妈 卖唱扰民的问题 报道指出 大妈们不仅制造噪音 还与在场的男士发生不雅行为 甚至涉嫌提供不道德交易 节目组追访时发现 有一位女士向主持人透露 大妈们会收钱 让男士摸手摸脚 甚至上床 事后 设置队遭到一名老翁的袭击 警方随后将老翁拘捕 警方表示 去年9至11月共接到36宗有关噪音的投诉 其中33次没有发现有人在现场唱歌或制造噪音 TVB节目东张希望继续报道了屯门中山公园大妈卖唱扰民问题 节目组追访时发现 有一位女士透露大妈们收钱让男士摸手摸脚甚至上床 这一内幕令人震惊 报道中还提到 屯门中山公园集结大妈卖唱的地方吸引了大批人士聚集 而且对外来人士目光不太友善 带着孩子的人都不愿意靠近 警方表示 他们经常收到市民的报警求助 因为大妈们经常在公园里唱歌制造噪音 同时也引发卫生问题 在追访过程中 设置队遭到一名老翁的袭击 这名老翁出言恐吓并用手机拍摄设置队 甚至还推开工作人员并试图拍打摄影机 期间 有一名男工作人员的手部受伤流血 警方到场后将老翁拘捕 警方表示 去年9至11月 共接到36宗有关噪音的投诉 但只有三次警员向在场唱歌的人做出劝告 并要求他们离开 夜悬花吃鸡站 一男星又懒又稀 网民 只似大妈强文小鲜肉 人来两人童年 星岛日报 近年来 演员夜悬经常被指外形走样 但在最新播出的剧集法语情中 他饰演的角色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剧中 夜悬扮演一个中年富婆 与关志斌的角色展开一段感情 两人还有多场亲吻和床戏 尽管有观众对夜悬是否加戏提出质疑 但他的表演获得了网民的赞赏 夜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与他的外貌形象完全不同 他穿上松身T恤和圆框眼镜 打扮成老土的湿奶富婆形象 然而 当他见到关志斌时 他的少女心爆发 剧情中 夜悬与关志斌很快发生关系 而后者又卷入了投资骗财案 最终揭开了关志斌曾做牛郎的过往 夜悬在剧中对关志斌始终不离不弃 最终官司胜诉 他在庭上喜极而泣 与关志斌拥吻 尽管有观众对夜悬的演技表示肯定 但也有人质疑他是否临时加戏 一些网民认为 剧中的亲吻和身体接触场面有些过多 红眼并在排队 也有人形容夜悬与关志斌的搭配 有种大妈强吻小鲜肉的感觉 然而 也有网民指出夜悬与关志斌同年出生 只是一个年初一个年尾 他们的造型设计符合角色需求 总的来说 夜悬在剧中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尽管他的外形与角色形象相差甚远 但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年富婆角色 虽然有人对剧中的亲吻和身体接触场面提出质疑 但夜悬的演技依然受到了认可 松本仁智遭报性侵 主持7节目全韩卡 自由时报 总结新闻 60岁日本综艺天王松本仁智暂停活动 专心打官司 他的经纪公司几本星夜表示尊重他的意愿 并对相关人员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周刊文春爆料称 松本的后辈小泽宜静 以及其他艺人参与Sex上供系统 但小泽宜静的经纪公司否认此事 松本的节目和代言也受到影响 林一新率谈电吉他 感叹网络世代疏离 自由时报 林一新拍摄新歌《Make a Plan MV》时 呈现了逃离这个世界的概念 他观察到现在的社交媒体世界 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文字和图片 而不再需要面对面的见面 他认为 如果有一天想要逃离这个世界 只需要事先安排好发布的内容 每天准时更新 或许就永远不会有人发现你已经离开了 在MV中 他骑着脚踏车上月球 以幽默的方式展现了逃离的想法 除了音乐 他也希望能碰到有挑战性的剧本 展开演戏的新挑战 《我不是教你诈》导演 弃一从影 评获国际大奖 自由时报 保加利亚导演史蒂芬·科曼达瑞夫的新作 《我不是教你诈》获得了外媒的好评 被赞扣人心弦 发人深省 该片连夺杰克·卡罗维瓦利影展最佳影片 女主角 人道精神奖等多个国际大奖 科曼达瑞夫是一位七一从影的导演 他的作品主要反映社会隐忧 并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他认为世界正陷入道德危机 电信诈骗等问题愈发严重 使得年老独居的老人成为诈骗的目标 他借由剧本来反击当代社会 该片将于19日在台湾上映 凤俊浩率众声援李善军 促紧彻查真相 自由时报 韩国艺术家团结会将于12日召开记者会 要求保护人权和查明真相 以解决已故演员李善军涉毒案的问题 李善军在去年12月轻生前 卷入了一起涉毒案件 尽管他进行了多次药物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但警方仍以一位女性的口供为依据 对他进行了立案调查 该团体表示 他们希望能够防止类似的不公正行为再次发生 并呼吁媒体删除不符合报道目的的报道 此外 他们还希望能够修改相关法律 以保护文化艺术人的人权 人物专访黄湘周璇《坏男孩》直播成罩门 自由时报 28岁的演员黄湘霆在2007年凭借客家剧《鲁冰花》获得了金钟奖女配角奖 如今她主演了自己的首部台湾电影《坏男孩》 在片中饰演一个陶家少女 黄湘霆表示 虽然在片中她饰演的角色遭受了性侵和绑架 但对她来说这都还好 最困难的是要在电影中当直播主 对着镜头说话 导演尤志涵最早在短片活动中认识黄湘霆 觉得她开朗 有想法 所以选她来挑战这个角色 黄湘霆坦言自己不碰社群 要从零开始学习当直播主 但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黄湘霆性格大方 和男主演们相处愉快 她笑称期待在片中被绑架 被蹂躏 觉得很特别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有智慧的大人 黄湘霆在和男主演相处后 用香水气味形容他们 形容乌剑河是古龙水 但有点像雁廷 和潘清玉很像 钟家俊是没有底蕴的浓烈味道 黄胜球闻起来有淡淡的青春感 黄湘霆曾在年轻时获得金钟奖 但她坦言她的个性容易紧绷 常将自己逼到角落 现在她学会告诉自己 不要想太多 找到了演出自在的样子 她向宇宙许愿 希望未来能拍喜剧 不怕穿得很丑 也想尝试拍武打喜剧 《坏男孩》目前正在台湾上映 黄少谷狂奏杨浩薇十分钟 喊过瘾 自由时报 黄少谷和杨浩薇 在拍摄戏剧爱的荣耀中大打出手 黄少谷一度入戏到分不开 对这场戏感到非常过瘾 杨浩薇则庆幸自己平时运动量足够 相当耐打 她表示这次被黄少谷压着打 是一种报应 但她也表示拍摄前心里很难受 两人会互相打气 并在结束后讨论打戏的情况 肖敬腾斗振林佑佳 领军红白大唱 自由时报 台市2024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 将于本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肖敬腾林佑佳将担任红队与白队大使 并带来精彩表演 肖敬腾表示将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出 而林佑佳将带来一连串意义深远的组曲 卢广众透露将与神秘嘉宾合作 形容演出为神秘体验 同时也透露正在筹备新专辑 周慧距离上一次参加红白已过去十年 此次回归令她非常高兴 此外 Lucerafin Energy 动力火车 宋念雨 Trash 艾薇等也将参与演出 设强制违线女人公案首度开庭 佑胜直言事实不是大家传的那样 自由时报 一人佑胜因被指控七年前强行对女人公进行违线行为 昨天在台北地院首次开庭 庭审中 佑胜表示事实并非传闻中的那样 并表示自己沉默是为了保护女生 她表示将全力配合司法调查 证明自己的清白 佑胜还表示是否和解将由法官决定 这是佑胜事件爆发后她首次公开露面 她表示自己一直在努力照顾自己 并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对于这段时间是否销售 佑胜表示期待能为社会做更多事情 检方起诉指出 案发时被害人是佑胜的公司员工 佑胜在送他回家时进入他家中 进行了强行猥亵行为 尽管被害人没有提告 但检方认为这属于强制猥亵罪 因此进行了起诉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